欢迎来到人生保险 空中大讲堂的节目 首先我们先看一段VCR 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200万元 受益人就是这位自身艺人赵树海 那么在高雄有一位妇人 她已经过世了 这两个人根本就是非亲非故 但没有想到妇人她生前投保一笔 200万的受险 这个受益人她填的居然就是赵树海 现在这个妇人的女儿 为了争取这200万 要对赵树海提告 自身艺人赵树海在演艺圈打滚多年 在台湾可以说几乎大家都认识她 可是没想到她现在却意外被扯进 一件保险金的官司 这个事件就意味高雄一名妇人 13年前在这一家邮局投保人受险 3年前她过世后 15岁的女儿洪姓少女 要申请这笔200万元的保险金 没想到却遭到拒绝 理由就是保单上的受益人 不是她是艺人赵树海 这让陪同洪姓少女一起去申请的姑姑 听了当场赏眼 调出大嫂当年的投保资料发现 她在1998年1月投保 2008年的12月份突然将保险收益人 变更为艺人赵树海 事后他们翻遍了 整个家族的族谱也都查过了 没有人跟赵树海有亲戚关系 不明白最后怎么会变成保险受益人 这是精神病吗 是赵树海的文师吧 少女的姑姑说 大嫂生前患有精神疾病 加上又很喜欢艺人赵树海 可能因此幻想自己跟赵树海是亲戚 不过因为当初的保险文件一切合法 所以目前官司进行到二审 法官也将传一人赵树海出庭来说明 不过赵树海本人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对外回应 对于这天上掉下来的200万 他将如何处理 从这段VCR里面呢 我们发掘到一件事实 整个事情经过是这样子的 首先啊 这位妇人呢 跟中华邮政投保了一个检疫人寿保险 妇人呢 自己是要保人 她也把自己呢 当成被保险人来向中华邮政投保的这张保单 本来啊 这受益人啊 是这位妇人的母亲 后来呢 在若干年之后啊 妇人呢 听她母亲的话 把受益人从她的母亲变成了她的女儿 可是啊 在2008年的时候啊 这位妇人呢 把受益人改成了一位知名艺人 资深的知名艺人 赵树海先生 赵树海先生呢 那跟这位妇人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后来呢 妇人不幸过世的时候呢 这个当她的女儿 准备到中华邮政的这个窗口 去清领保险金的时候 窗口的人员跟她说 很抱歉 这个保险金的受益人不是你 是赵树海 这位女儿当场就吓晕了 后来呢 她们又提起了诉讼 在第一审的时候呢 法官认为中华邮政是对的 因为妇人呢 已经把受益人 从女儿变更成了赵树海 到了第二审之后 当然 女儿看到了第一审的结果 会非常的难过 她们到了第二审之后啊 法官呢 再重新审视这整个案件 重新审视案件的时候呢 法官呢 采信了这女儿的一个证词 认为说她的母亲啊 在2008年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所谓的 得到了这个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呢 在这个当下里面 她所做的变更受益人的行为 是无效的 所以啊 二审的法官啊 认定说啊 那既然变更无效 那原来的受益人 这女儿这件事情 还是持续有效的 所以啊 就把保险金判给了这个女儿 那可是呢 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 为什么赵树海 可以成为这个事件的一个受益人 我们知道赵树海 跟这个妇人呢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这时候可以导入一个观念 来厘清一下这个部分 我们在投保保险契约的时候呢 必须要具有一个保险利益 保险利益指的是 指我们药保人 跟保险标的之间的一个利害关系 这个利害关系的话呢 它如果说是财产保险 那就必须是什么 一个所谓的所有权 或者是一个责任的概念 但是如果在人身保险的时候呢 那可能就指的是 药保人跟被保险人之间的 一个特殊的关系 比方说 它是药保人的这个家属 或者说是呢 它是药保人的债务人 我国的保险法第十六条 关于这个部分 很详细的规范 因此啊 我们理解到说 药保人跟被保险之间 必须具有保险利益 可是呢 我国保险法并没有规范说 药保人跟受益人之间 也必须具有保险利益 如果是药保人跟被保险人 必须具有保险利益的话 我们就可以避免啊 任意的特定第三人 成为我们这个保险契约的 一个被保险人 当然可以避免掉 很多的道德危险 赵树海先生跟他 这位妇人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他呢 也可以啊 成为我们这个 保险契约的一个受益人 只不过呢 当赵树海先生 成了这个受益人的时候 这个保险金的理赔上面 就很容易出现纠纷了 我想我们从这个事件里面 得到一个启示 日后呢 很多保险公司 虽然法规上面 并没有规范 药保人跟受益人之间 必须具有保险利益 可是在看到 药保人要变更 受益人的时候 可能还是要稍微留意 有一个严谨的布扯 才能够啊 避免像这样的一个 保险金的理赔的一个纠纷 今天的 空中大讲堂节目 到这边结束 欢迎大家 下回暗时收看 谢谢各位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 人生保险的 空中教学节目 我是 本讲次的讲师 曾耀风 今天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关于人生保险契约的 主体 课题 还有人生保险契约的 一个性质 首先 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 签订人生保险 或者说 人生保险契约 它是一个法律行为 既然是一个法律行为 它就会牵制到 所谓的主体跟客体 在主体里面呢 最主要 有当事人跟关系人 我们来介绍一下 什么是保险契约的当事人 保险契约当事人有两个人 一个呢 是药保人 药保人在国外 常被称为叫做 保单持有人 它指的是呢 跟保险标的 具有保险利益 然后啊 跟保险人 来签订保险契约的 这个人 药保人 药保人有一个义务 他必须要负担 交付保险费的义务 再来 药保人的资格呢 他也没有什么 特殊的一个限制 他可以是自然人 也可以是法人 但是啊 都必须具备有 民法上的行为能力 相对于此的 另外一个当事人 叫做保险人 保险人呢 通称是保险业的部分 保险业的话呢 它是什么 它其实呢 就是在保险契约成立的时候 对药保人 有一个保费的请求权 在承保的保险事故 发生的时候 依照他的承保的责任 负担赔偿的义务 相对于药保人的规范 保险人呢 也有相对应的规范 保险人在我国保险法里面 规定 136条 有一个规范 是说啊 保险业的这个组织啊 只能以两种为限 一种是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另外一个 是保险合作社 在之前的讲次 也曾经跟大家介绍过 在实务上的话呢 台湾的人身保险市场里面 像这样的保险人 都是以 股份有限公司的形态来存在 其实相较于药保人 保险人限制相当的多 我国保险法第五章 就是在关于保险业的部分 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规定 介绍完当事人之后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部分 是保险契约的主体 另外一个主体的关西人 关西人呢 也是一样有两个人 他是被保险人跟受益人 我们先看一下 什么是被保险人 在人身保险里面的被保险人 则是在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 遭受损害的人 在人身保险里面的被保险人 因为人身保险的保险事故 就是主要的 我们之前的讲次 跟大家介绍过的 生存 死亡 老年 意外 疾病 或者是失能 因此我们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 就是以自然人为限 当然药保人也可以当被保险人 有没有什么特殊限制呢 有的 因为被保险人 他是以自己的生命身体 当成保险标的 来投保 这样的一个契约 因此对于这些未成年人来说 他有可能容易 因为他本身的知识 技能他还不充足 没有办法做一个很详细的判断 有可能会有人利用这些未成年人 哇 怎么讲 有可能有一些不太适当的 一些特殊的企图 因此呢 我国的保险法第107条就规范了 以未满15岁的未成年人 当被保险的时候 所签订了人寿保险契约 他的死亡给付呢 必须在被保险满15岁之日起 开始发生效力 换句话说 在15岁之前的这个死亡给付的话 是不存在的 只能改变成叫做伤障费用的一个给付 这个立法原有 其实就是要借此避免有心人士 来开与死亡保险金 而对这些未成年的 被保险的不利 当然这个107条 因为时代的变迁 常常有在修法的一个变动 谈完了被保险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受益人 受益人是由要保人 或者是被保险人 来约定享有赔偿请求权之人 这个赔偿请求权的话 基本上在保险事故 没有发生的时候 他什么事都没有 他没有义务 也没有特殊的权利 要保人跟被保险人 都可以怎么样 都可以担任受益人 但是因为人身保险 牵涉到人的生死的部分 所以特别是在死亡的部分 我们因为被保险人已经死亡 自然而然被保险就不能够担任受益人 而必须要另外来指定受益人 但是如果说是生存 生存事件 所以导致的生存保险金 一般来讲 我们的保险契约都是规范 被保险人本人为受益人 受益人的资格在法律上 没有什么特殊的限制 自然人或者是法人 都可以当成受益人 我们的特殊限制只有一点 在保险法的110条规范 受益人亦在请求保险金 时候还生存者为限 换句话说 已经过世人 就不可以担任受益人 这一点的话 是比较特殊的地方 如果说在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 受益人已经过世 或者说没有其他受益人 那这时候保险金该如何处理呢 这时候保险金就会被当成 被保险的遗产 如果是被保险的遗产的话呢 这个时候就要课征 所谓的遗产税 赠予税的部分 就可能衍生到这些税付的问题 再来我们再看一下 关于保险契约的一个课题的部分 什么是保险契约的课题 课题顾名思义 我们用一个名词来形容它 就是保险利益 保险利益被认为是保险契约的课题 我们知道人生保险也好 财产保险也罢 根据国保险法的规范 它的契约的成立 需要有这个保险利益的存在 当成前提 保险利益到底指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指的是指 要保人或者是被保险人 对于保险标的 因为各式各样的一个利害关系 所享有的一个经济利益 这个经济利益呢 因为保险标的的存在 而继续享有 因为保险标的的毁损灭失 而遭受到损失 这个关系就是一个保险利益的关系 这个本身呢 就是我们保险契约的一个课题 无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范 药保人或者是被保险人 对于保险标的啊 没有保险利益的话 这个契约是失其效力的 换句话说契约是失效的 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的话呢 多半存在于被保险人 跟有行物 或者是无行责任上的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可能是 有行物的一个授权 比方说我自己的车子 比方说我自己所有的一个住宅 但是相对于此的话呢 人身保险就不太相同了 人身保险的药保人 跟被保险人的一个关系啊 比较特殊 我们只能说 它有一个特殊的人际关系 才具备有保险利益 什么样特殊的人际关系呢 在我国保险法第十六条 有规范 规范的有四种情形 这四种情形的话呢 是我们保险 药保人跟被保险的一个 保险利益的一个存在的部分 这四种包括了 像是本人或其他家属 或者说是这个教育费 所养几支 或者说是他的债务人 或者说是帮本人来管理财产 这些人 这些人才会具有保险利益 他们呢也才能够帮这些人 去投保人身保险 谈完这些部分之后呢 我们就要思考下面一个议题 那为什么人身保险契约 需要具备保险利益呢 我想第一个原因 大家都知道 它可以防止赌博行为 因为如果说我们可以对任意人 都来投保人身保险契约的时候 那这个坦白说 就跟赌博很像了 为什么跟赌博很像 因为这个人跟我没有任何厉害关系 他的生存跟死亡对我来讲 我不会因此遭受到任何的损害 可是我却帮他投保了人身保险 哇 那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看的话 这可能就会衍生到一个情形 所谓的道德危险发生的一个情况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时候啊 他们基本上认为说 人身保险不需要具备保险利益 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保险利益呢 是必须要能够以金钱来衡量的 那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直接用金钱来衡量 而且他们认为说 只要被保险他自己签名同意了 有个书面同意 那这样他来投保受险 不就得了吗 就好了吗 可是在英美法系的话呢 他需要两个部分 当然是一个被保险 必须本身要签名同意 再另外一个就是呢 他本身要跟药保人 具备一定的保险利益关系 因此英美法系的话会有两道 相对来讲有两道的一个保护色 我国保险法的规定 很显然是受到英美法系的一个影响 而这个呢 也是我们人身保险 需要具备保险利益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减少道德危险 保险利益呢 需要具备的原因的第三个 所谓的限制损害填补的一个金额 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 损害填补原则啊 它是呢 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则之一 它主要是规范说 保险公司保险的赔偿金额 不可以超过被保险人 损失的实际的一个信任价值 有什么是实际信任价值 它呢 其实就是一个重制成本 减去一个叫折旧 比方说一部车子 当我们把一部新车开上路之后 它就不再是新车 它可能就变成一个中古车了 万一说这部车被偷走了 保险公司还赔了一部全新的车子 那这样不就赚到了 我的一个中古车被偷了 结果保险公司赔了一部新的车子 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损害填补原则 底下来看的话是不允许的 从损害填补原则 还衍生出一个 叫做保险代位的一个原则 保险代位呢 指的是说保险人 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 它可以代替被保险人 向负担有损害赔偿义务的 第三人来申请索赔 借此避免被保险 从保险人 还有从第三人这边 获得双份的一个补偿金额 因为得到双份的话呢 那就补超过了 这两个部分的话呢 都是我们在人身保险里面 没有去特别要求的地方 可是人身保险的商品 总体很多啊 比方说像一般俗称的 医疗险的健康险里头 它所给付的对象 是一个医疗费用 医疗费用就可以当 用金钱来做衡量的 比方说 有十万块的医疗费用 因为这个疾病 或者是意外的关系 住院花费了十万块钱 可如果填补到了二十万 乃至于三十万 很明显就超过了 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说 在人身保险的一个契约里头啊 在某些商品里面 我们还是要要求 怎么样 保险第一 而原因就是在于 限制我们损害填补的一个金额 比方说像刚刚 跟大家介绍的医疗险的部分 就是一个例子 好 再来呢 跟大家介绍的是 保险利存在的时间点 这个存在时间点啊 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 灾难保险啊 它在投保的时候 可能啊 没有具备保险利 可是在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 一定要具备保险利 相当于此 人身保险的话呢 在投保的时候 就必须要具备保险利 但是在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 就不需要具备保险利 乍丁之下呢 可能有点混淆 但是如果说呢 我们从一个商品的原有来思考 似乎啊 就可以发现 它的规范的原因在这里 我们知道啊 灾难保险 最早的一个商品 就是海上保险 在海上保险呢 城堡的是一个船舶 出海的时候 在货物 在船上 有可能会遭遇到船难 船呢 可能又沉了 这货物也会所灭失 可是啊 这个船出去的时候 本身船舶的这个所有权啊 保险啊 这个船的一个货物上面的所有权 是会啊 变更的 为什么变更 因为一开始可能是贾所有 在航运的过程中 可能又换成了 又变成了饼 我们思考一个事情 如果说 在保险事故发生了 船难真的发生了 这些货物回所灭失了 我们应该理赔给谁 当然是把保险金赔给那个 目前拥有这批货的人 如果这时候是饼 我们就赔给饼 如果这时候是饼 我们赔给贾 那其实就很奇怪了 因为贾不是真正遭受损失的人 所以在财难保险里面 他必须要在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 再确认保险利益的所在 相当于此 人寿保险的话就不太相同了 人寿保险是属于一个叫 长年期的契约 而且呢 也没有所谓的一个 损害填补的一个性质 在被保险的人死亡的时候 给付一定的金额就可以 受益人也不需要另外证明说 哎呀 因为被保险的人死亡 他遭受到了一个经济上的损失 所以呢 人身保险只需要 在要 在投保的时候 要求保险利益就可以 这个是从存在的时间点上面的差异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 人身保险契约的一个相关的性质 第一个性质 就是人身保险契约 它是一个射性契约 坦白说射性这两个字呢 它并不是我们日常 所使用的一个中文字 有可能啊 是从日文的汉字 所翻译过来的 这个念成叫想口的部分 射性的话呢 它呀 表示的是说 一个发生与否的不确定性 为什么说 人身保险契约是一个射性契约呢 它最主要是说明啊 其实啊 受益人 能不能领取保险金 存在于保险事故是否发生 而这个其实不一定 没有百分之百确定的 因此我们就说啊 受益人所领取的保险金 具有色性性质 再来 第二个性质的话呢 是叫做非要事契约 契约的成立 需要具备一定的方式 在法律上 才能够产生效力的 像这样的契约 就被称为叫做要事契约 一定的方式 所以叫要事契约 那其实啊 人身保险是不是要事契约 这个主要的真意点 在于一件事情 在于什么呢 在于说 这个人身保险的保险单啊 它是不是 人身保险契约的一个生效要件 不吓大家吗 看过保险单 我们通说认为啊 这个人身保险契约呢 它这个生效要件啊 在于哪里 在于保险公司 保险人 是不是同意成保了 保险单只是啊 拿来我们保险契约的一个 书面的凭证 它不是生效要件 没有这个保险单 可是呢 保险公司已经同意成保了 那这个契约还是生效 因此我们就说啊 这个人身保险契约 它不是一个要事契约 换句话说 它是非要事契约 第三个性质 是在于说 我们的人身保险契约 是一个双物契约 所谓的双物契约 指的是当事人双方 因为契约关系的发生 而互相负担一个 给付的义务 人身保险的 在某一个部分比较明确 哪一个部分呢 就是要保人 交付保险费这个地方 是比较明确的 要保人负担了这样的义务 当药保人负担了 保险费的交付义务的时候 那保险人负担了什么义务啊 其实仔细思考哦 保险人他怎么样 他承担了从药保人 或者是被保险那边 所转嫁过来的一个风险 他承担了这样的一个风险 换句话说 他承担了这个风险 也是怎么样 也是他签订的这个保险契约所 所必须要去履行的一个义务 只不过保险事故有没有发生 不晓得 保险金是不是有给付 就看看保险事故有没有发生 不管保险事故有没有发生 保险公司承担了 自药保人被保险处 所转嫁过来的风险 这件事情是确定的 所以我们才称他是叫双无契约 与此相对的是这种单无契约 什么是单无契约 比方说像赠宇 赠宇就是一个单无契约 我赠东西给你 对方完全不需要负担任何义务 所以他称他是一个单无契约 我们保险不是这样子的 人生保险是一个双无契约 再来我们人生保险契约呢 还有一个性质 它呢叫做复合契约 什么是复合啊 其实我们常听到一句话 同不同意啊 复合一下赞成 其实啊 人生保险契约 也有这样的性质存在哦 大家不发觉 有没有发觉到 你那个保险单 或者保险单的条款 秘密码的文字 都是谁写的啊 这些啊 都不是药保人端 或者被保险端所写的 都是保险公司那边所写的 我们对这些保单内容 对一些保险的一些文件 我们就是怎么 同意与否的一个情况而已 不是吗 赞成或者反对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才称它叫做复合契约 在极少数的情况底下 我们没有办法去更改 保险单条款的文字内容 也因为如此啊 很容易产生一个叫 资讯不对称的现象 因为呢 这些条款文字 都是保险公司都拟定的 那保险公司 有没有可能拟定 对它自己比较有利的一个 条款文字 有没有可能 我们就是害怕在那个情况 所以在我国保险码 第五四条规定 这个保险契约的解释呢 必须要探求当事人的一个争议 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不得拘泥于所用的文字 如果有一亿的时候 应该要以作为 对被保险人有利的解释为原则 这个叫做复合契约 这个附带的一个条件 另外还有一个附带条件 我们啊 在人身保险里面 有各式各样商品 都设有示范条款 这些示范条款呢 基本上有这些专家 学者 社会贤导 还有主管机关的一个把关 这些示范条款公布之后 保险公司呢 只要把他商品的 这个保险单的条款内容 引用这些示范条款的文字 就可以的 很方便 换句话说一个公版的 让大家来做引用 这个示范条款优点在哪里 因为既然是公版 它很容易承保了 大量的同知性的一个危险单位 而且有利于保障 我们消费者的权益 不过啊 有优点就有缺点 很容易啊 因为过度标准化 造成呢 我们的客制化的需求 受到一个忽视 也比较不利于啊 这些新的保险商品的开发 再来 我们人生保险契约 还有一个性质 它是一个定额 给付的一个契约 人生保险标的 因为人的生命身体 是无价的 既然是无价的话呢 当然就不能够 适用所谓的 损害填补原则 也不能适用保险待会原则 那人生保险的各项商品 除了这些特殊的 像十字十付型的一个商品之外 它都是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就是在某一个保险事故 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人 保险人啊 将约定的金额 给付给收益人 像这样一个定额 给付的方式 是我们称来叫做定额保险 最后 我们的保险契约呢 也是一个最大诚信原则的契约 我们保险契约 比其他契约更强调 这个最大诚信原则 表现在人生保险契约上面 有几个方式 比方说像告知医务啦 像保证的部分啦 像我国保险法律6指教规定啦 我们这些 这个告知医的旅行 如果违反的话呢 保险公司可以解除契约哦 而且可能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 也可以解除的 像这样的一个内容 反正展现出呢 保险契约的一个性质跟特性 以上是这个讲次内容 下一个讲次 我们跟大家介绍 人生保险商品的定价 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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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